2014年,泰国的一个职业教育华文团到中国当时职业教育的一个走在比较前列的天江市 我们学校就和泰国的大城职业技术学院的哲仁校长进行了对接 相互之间还嵌署了一种友好合作协议 回到泰国去以后就写了很多的实质性的合作项目 同时他还亲自半年时间来到学校两次 我们十分感动 这种真心实意确实也打动了我们 于是我们也想到他们学校去看一看